今天我宣布了 将捐出30亿新台币 来协助加强国防 并希望唤醒台湾人 不贪财不怕死 为维护自由民主人权而起来战斗 美国众议院议长 Pelosi女士 8月3号离台以后 中共以演习为名 意图对台湾进行实质封锁 以为报复 那么中共对台湾行径如此 嚣张跋扶 或许以为台湾人都贪财怕死 认为贪财者可以利用 怕死者可以威胁 所以不把台湾看在眼里 所以今天我宣布了 将捐出30亿新台币 大约1亿美元 来协助加强国防 并希望唤醒台湾人 不贪财不怕死 为维护自由民主人权而起来战斗 1亿美元用于购置武器 当然无大意义 但我以为现在台湾国防的弱点 不是武器装备 而在认知和士气方面的不足 我希望30亿台币可以填补一些这方面的空缺 并希望抛砖引玉 唤醒大家在认知战 心理战 和舆论战等方面 加强战备 面对中共的文攻武吓 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有些人 是鸵鸟派 认为只要把头埋进沙里 不去惹他们 对案就不会对台湾动武 另有些人是投降派 认为反正打不过 不如投降 狗拳性命 当然最糟的是赞成统一 以为统一以后 可以实现 充满排外意识的 所谓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以上这些不肯抗中保抬的人 或者由于无知 或者由于胆怯懦弱 或者已经被中共收买 他们都没有看见 或者不愿承认 中共的心态和本质 就是地痞流氓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一个仿冒 成国家形式的黑社会组织 今天正常的文明国家 推崇的是人权 法治 民主自由 像中共这样的仿冒国家 崇拜的却是极权 欺骗 仇恨 暴力 远的不谈 今年5月15日 在赌城拉斯维加斯的 所谓和平统一促进会成员 周文伟 开车到南加州 对倾向独立的长老会教徒 进行屠杀 名为和平统一 实则鼓励杀害一几 透露的就是中共的流氓本质 在看普洛西访台前后 中共外交部 国台办 还有胡锡进等人 杀气腾腾的凶狠傲慢 证明所谓两岸同胞血浓于水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是丝毫经不起考验的谎言 今天中共在国际上的嚣张拔腹 已经引起举世厌恶 根据美国智库 皮尤研究中心所做的调查 目前呢 就今年2022年 日本 澳洲 瑞典 美国 南韩 跟无果的人民 讨厌中国的占八成以上 在荷兰 加拿大 德国 人民有七成以上讨厌中国 人民六成以上讨厌中国的 有英国 法国 意大利 西班牙 比利时 越来越多的国家 都领教了中共的流氓嘴脸 台湾如果跟中共统一 那以后2300万台湾人 都会被世界看成讨厌的流氓 台湾人的后代 也会被愚弄成脑残冷血的战狼 今天我做的这件事情 大家都了解 我不为民也不为利 对政治选举也没兴趣 单纯的只是厌恶中共的谎言暴力 希望会讲中文的人 在台湾留一块净土 和一片蓝天 每次听到美国国歌 我都很欣赏最后两句 意味着美国是自由之地 勇者之乡 所以自由属于勇者 懦弱的下场是被人奴役 很多人喜欢说 台湾年轻人都是草莓族 只喜欢小确幸 我却以为只要善加引导 台湾年轻人都可以变成勇敢的斗士 且让我们在这个方向上 一起努力 来促成台湾年轻人的成长 关于30亿台币资金的用途 目前突破的想法 细用于资助奖励 个人或团体 办理以下活动 一 推动全民国防教育 提振民心士气 二 研究并出版反对中共 对台认知作战专书 及各类影音创作 三 办理揭露中共对台 威胁统战渗透的相关活动 四 开发辨识或追踪溯源 反制境外敌对势力 对台散布争议的讯息 五 开发反制中共对台 网攻击害亲活动 等等 本人 未来会进一步向各方人士请益 以便集思广益 迅速增强 加强台湾内部团结 加强台湾的防御力量